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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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這個字非常好 不單是做文字的翻譯 而是生命的翻譯 讓自己的生命成為聖言 這就是那個翻譯 雷永明神父是一位意大利人 1928年 當他還在意大利修院讀書時 透過同一些華語方制會時的閒談 發現原來天主教會 當時還未有一本完整 由原文 即希伯來 和希臘文 翻譯成為中文的聖經 他在回憶腦裡 這樣形容當時的感覺 這次是另一次強而有力的觸電 既然新教徒為了愛天主的話語 已經將聖經譯成中文 為何他們已經做到的事 天主教徒做不到呢 這樣的工作 對信賴上次資助聖母的天主教徒來說 應該更容易得多 在我動身去中國之前的兩年有多 我已經下定決心 我要去中國翻譯聖經 禮神父不單止是熱愛聖言 他在想方謝法 要親近聖言 他一方面要念神學 要生神父 本來正常來說 一個修士 還沒有生神父 他當時想著 我怎麼好好的念書生神父 以後再說了 但他不是這樣 從他一決定以後 他就每分每秒 他就抓緊 這種很重要 有時候我們想 我們生活很忙碌 我們生活在大都市裡面 很多都市在大城市生活 哪有時間做 就慢慢看聖經 這都是那些有閒階級 他們吃完飯沒事幹 不是這樣 在他課餘的時候 就是看聖經 看這個圓文 1930年 雷永明 尊度成為神父 1931年 他被派往中國 準備在之後那年 擔任恆陽小修院的院長 這是一項非常重要 而且繁重的工作 他來了以後 他接受這個職務 他做小修院院長 他沒有說不做 而且非常的用心 他做完這些工作以後 剩下的時間 他自己自己學中文 然後學了一點中文 開始翻譯聖經 所以他並沒有 不做掌上的吩咐 完全做了 做得很好 然後他再抽十年出來 1935年4月11日 聖周五那天 我決定盡我所能 開始由原文翻譯聖經 他寫這一段的時候 回憶都是1975年寫的 過了四十年 他還記得我是哪一天 開始翻譯聖經的 阿神你看到 他對這個聖言 多麼的熱愛 多麼重視 翻譯聖經 是一項非常龐大的工程 雷神父在翻譯期間 健康曾經出現過很多問題 甚至因為戰爭的關係 而被迫留在意大利一段時間 1944年11月 他獨自完成了 第一本完整舊約的中文譯本 雷神父也意識到 需要培育更多神父做聖經研究 在1945年 他創立了《詩高聖經學會》 翻譯以外 雷神父也將聖言生活出來 他在回憶錄裡面 記帝了很多次 從香港到澳門 探訪麻風病人的點滴 他們並不是人人識字 但是 那些識字的都有聖經 可憐的麻風病人 無論男女 有時由於沒有了手指 一定要用舌頭來揭書 這樣的人購買聖經 一定比任何有錢的人購買 更為動人 那時候從香港去澳門 怎麼去? 坐大船 從香港到澳門半天 澳門本島 要再坐小船 去路環 要去看麻風病人 雷神父要用上最少兩天的時間 去跟回來 兩天的時間 你想一想 可以做多少工作? 翻譯聖經 這個很重要嗎? 為什麼要花時間去看這些病人呢? 可能為我們講效率的一群 可能我們會這樣想 為什麼浪費這個時間? 但是雷神父就浪費 我們說浪費這個時間 真的很值得我們想 《詩高聖經學會》 是1968年12月25日 雷神父六十歲生日的前職 推出了天主教中文聖經合定本 也就是一般人叫的《詩高聖經》 我們未必有雷神父的毅力 或者預言天分 去完成翻譯聖經這種狀舉 但是他對聖經的熱愛和態度 我們絕對有能力學習 讀主言入主心 先表面多看聖經 熟識聖經 然後慢慢潛移默化 自己會進入耶穌的心 進入主的心 進入聖言 然後慢慢自己轉化 這就是個翻譯過程 就像雷神父自己 開始他做過工作 翻譯聖經 但翻譯一下 聖經翻譯完 他自己也成為聖言 在彌撒當中 我們都會見到一些 新村白衣的小助手 跟隨神父左右 有些年紀還是很小的 我是很鼓勵他們 第一次來我給他們穿衣服 感受我的氣氛 感受到第一次之後 不願意離開 他們訪問人生的生命 在這個聖經 我發現那些衣服更加興趣 到底附濟在彌撒中 扮演什麼角色 對小朋友的信仰又有什麼影響 請留意這個星期的愛常傳 看完這一集 愛常傳 歡迎大家打我們的熱線電話 來分享一下你的感受或者故事 同時也請收聽我們逢星期六的電台節目 愛生命 要購買天主教書籍和信仰寧修禮品 請來我們的生命恩傳書社參觀選購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天主保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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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